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易普通话》频道。 自从在七月份的三中全会传出了习近平中封的消息之后, 连续有一段长时间都在传出他有很多问题。 然后习近平就跟全中国人民一起互动。 当民间传得有不妥,快要死了, 他就跑出来告诉大家, 我还没死,当传出了他不舒服, 他就强坐镇顶,还故意去走楼梯, 告诉大家我很健康,当大家都在关心, 人民日报为什么突然间没有了他的报道? 他就突然出现,所有官媒的头版头条全部都是习近平, 这很明显就是在故意做一些事情出来辟谣, 但是越是这样,就越让人觉得习近平是不是出了事。 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推翻了以前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 之后他又修宪, 成为了一个不会下台的领导人, 也不需要接班人, 但是自从过了三中全会, 加上北戴河会议, 似乎就发生了很微妙的变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习近平最近好像在很多场合都没有露面, 而且目前中国的形势, 尤其是经济环境, 忙着要救世, 而且现在已经不再提那些吹捧习近平的话, 尤其是以前经常挂在嘴边的, 什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习近平为核心等等, 现在没有了, 只提到党中央, 有消息说, 现在中南海已经开始进入了李强时代, 为什么这么说? 最近李强其实也不算是很高调, 但是他再去访问越南的时候, 他先后跟越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苏林, 还有总理范明正会谈, 越南的媒体对于李强的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越通社报道, 苏林在会见李强的时候强调, 越南将会对中国发展关系, 视为越南外交政策的头等优先方向, 李强就说, 这次访问是旨在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 近期达成的共识, 讨论推进中与全面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 以及中越命运共同体迈向新发展阶段, 并取得更多实质成果的具体举措, 其实这件事不应该是由李强来做, 因为在中国, 党和政府是两回事, 党应该是由习近平为代表, 而不是李强, 只有国务院是代表政府, 这一次双方还各自通报了党情国情, 苏林在今年八月份才访问了北京, 离现在才不到两个月, 能有什么党情国情需要通报, 是不是中共内部发生了什么事, 在会谈之中, 苏林以及李强一致同意保持高层互防, 以及各级别的稳定交往, 促进政党外交, 国家外交, 民间外交等渠道的同步高效发展, 推动国防安全, 社交等领域的合作发展, 提高两国高效开展新合作机制, 而且还要推动经贸合作, 倡议两个走廊一个圈, 一带一路等等, 至于在领海方面争议的地方, 双方要维护稳定, 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冲突, 从月通社的报道来看, 李强的身份已经不只是总理的角色, 而是跟月公一把手敲地一些合作的事宜, 这些事情在月前只有习近平可以代表, 为什么李强现在可以代表习近平去做这些事? 但是中方的媒体报道跟月方大不相同, 新华社报道是首先是说, 李强转达了习近平对苏林的亲切问候, 因为习近平没有出现, 这就会让人产生联想, 习近平是不是出事了, 要么是因为大病, 所以没有办法出面, 而我们最关心的一点就是, 这一次李强是做包机还是做专机去? 我认为在短时间都不会出现有专机, 以前是做包机就暂时还是做包机, 因为说到底专机也是国家元首的, 轮不到李强来做, 而且也不能够如此明显地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的国家元首似乎出了什么问题, 比较一下新华社和月通社的报道, 很明显, 中共的官媒在有意掩盖李强访问越南, 受到了特别重视的问题, 是不是越南已经知道了中共发生了大事, 实际上真正在掌权的是李强, 习近平已经不是一把手了,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而且最近习近平经常缺席一些很重要的大会, 再加上元老不断出现, 最近除了温家宝之外, 李瑞环也非常活跃, 所以是不是在经过一番暗箱操作之后已经谈妥, 由李强去取代习近平?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 就是胡春华, 胡春华最近非常高调, 首先他是去了内蒙古, 搞得好像在施查就不一样, 因为他以前是内蒙古一把手, 在以前很少有这样的事, 退了休之后还回到他以前主管过的地方, 而且他还是废太子, 因为他之前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但是被习近平废掉, 现在他可以如此高调地回到内蒙古, 这个在政治上已经是有所突破, 第二,胡春华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 虽然文章的开头是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但是很明显, 在这篇文章中, 胡春华好像是代表了整个政协, 要知道他只是政协副主席, 而政协主席是王沪宁, 但是现在是由胡春华写了文章, 然后由官媒转发, 给人的感觉好像胡春华的行程比王沪宁还要看张, 都知道这种事情非常讲究辈分, 胡春华一个副主席, 但是官媒捧他的文章的程度, 就好像把他当成是代表了政协一样, 给人的感觉好像他的地位已经提升了, 当时习近平故意去针对他, 把他提出政治局, 只保留了中央委员, 而且还把他下放到政协, 打算让他退休, 因为政协通常都不是实权位置, 纯粹是联络或者是象征, 所以可以看得出, 从胡春华的冒起到李强在越南的高规格, 再加上李瑞环最近的活动非常频繁, 海温家宝也是一样, 种种迹象显示, 元老已经加大了对中南海的干预, 那是不是习近平同意了换人, 又或者是他自己知道自己身体不好, 受到高层的逼宫, 你自己人都快要死了, 还想着全力干什么, 所以接下来胡春华是不是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这一点不能排除, 因为他最近出现的频率非常不同寻常, 尤其是对一个废太子来说, 换成是以前, 我会认为是利用他来麻痹团派, 让团派可以死心塌地地帮中共卖命, 因为共青团本来就是培养出来当中共的仆人, 是特意扶植出来帮助党的, 但是这个党的主人可不是你们, 你们只是打工的, 所以让胡春华来取代习近平的这个可能存在, 又或者是在未来有可能让他升官, 在所有政治老人和现任中共高层的一番协商和妥协之后, 先让习近平退下来, 然后让李强接替他, 因为李强现在是党内的二把手, 由他来接任顺理成章, 然后再由胡春华上来接任总理, 有没有这个可能, 因为胡春华之前担任过副总理, 所以让他当总理也不奇怪, 虽然他现在已经不是副总理, 但是他曾经是副总理, 因为总理的这个位置, 一直都是由像团派这种有改革色彩的人物来担任, 以前温家宝是这样, 朱镕基也是这样, 最起码也是有学识的人, 不可能不学无术, 而且看现在的国务院, 李强做这个总理也不合格, 经济由何立峰掌管, 但是何立峰实际上在经济方面根本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法改委的那几个人全部都是酒囊饭带, 所以把最近一连的事情串联起来, 有可能接下来中共真的会有一个大变化, 那到底是不是真是如此, 还是说胡春华升任为政协主席就算了, 未必会进入国务院, 但是能当上政协主席也还不错, 已经可以当上常委了, 因为没有一个政协主席不是政治局常委, 还说未来的政治局可能会有所改变, 这一点我们也会继续关注。 请不吝点赞, Viktor Frankало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